小朋友下面咱们要学习的是语文源第二的内容 来我们看一看屏幕 首先看到的是口语交际 以成代人 那么我们怎么样以成代人呢 列习中列举的一些事情 是我们经常出现遇到的 也可能呢 列举的没有遇到 我们遇到的没有列举 不管哪些事情只要发生在校园里边 我们都有一个如何以成代人的问题 那么本次口语交际 我们要抓住什么呢 要抓住自己是怎样对待别人 怎么样对待出现的一些突发事件的 要抓住这个要点和他人交流 并且呢 结合你自己是怎么对待的这个事例来讨论 怎么真诚的对人对事 所以呢 在讨论的时候肯定要结合自己的具体事例 不要空谈 空谈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在习坐练习中呢 我们看习坐练习同样要有事例 同样要有事例 老师在这里边强调了两遍有事例的事情 那么写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事情 跟老师说可以 对妈妈说可以 对邻居说可以 对小伙伴说可以 但是你跟谁说 恐怕说的都是跟他之间发生的事情 由这件事情引出来你想跟他说的话 在事情和你想说的话中 流露着你对别人真诚帮助的感谢 同时也表达着你真诚的谢意 所以小朋友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同时也要注意呢 写完了要读给别人听一听 然后把别人的修改建议吸纳进来 改一改 让自己的文章更好 在我的发现中呢 我们看到小林和小东啊 是就怎么提高习坐水平 在讨论 那么在两个人的讨论中呢 我们看到 小东啊 把自己的发现介绍出来 怎么提高习坐水平呢 流星观察很重要 流星观察周围的事物 随时把观察到的写下来 他说了两点 一个是流星观察周围的事物 我们说观察包括看 听 想 摸 记 等等等等 这都叫流星观察 第二点呢 是观察到了 还要及时的随时的把它写下来 不能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过去就过去 那不行 所以你看 要留星观察 还要随时记录 你看 多重要啊 小朋友 你也可以用一用 在后边的日积月累中 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怎么样真诚待人的明言警句 小朋友 小朋友 读一读 每一句话 想一想是什么意思 讲了什么道理 更重要的是 试着做一做 在后边的趣味语文中 我们看到 说信 怎么样 做 叫确信 从头读下来 我们发现 每一个词语 都有信 但是呢 确信 深信 坚信 赌信 自信 守信 取信 承信 又不同 那好 读一读这些 格言 然后 按着它去做 这样 我们做人 也就有了最根本的原则了 好了 小朋友 那语文源第二的内容 我们就说到这里 没关系 听到这里 我们使用